星載月球土養樣本的 上俄五號返回器 星期四凌晨返底地球 在內蒙古四子王旗著陸 中國成為繼美國和前蘇聯之後 第三個實現從月球採養返回的國家 國家航天局星期六上午舉行交接儀式 正式向地面應用系統 而交重1731克的上俄五號任務月球樣本 中國首次地外天體樣本儲存 分析和研究工作亦都隨之啟動 顯示出中國太空計劃快速進步 直追美俄 甚至刺激美、日、俄等國家的太空競爭 美國外交學者網站文章分析 中國在航天領域的成績 是在與美國完全脫勾的情況下取得的 美國太空總署與俄羅斯有成功的太空合作 但對中國避而遠之 美俄之間的聯合太空任務 始於1975年 國際太空站是這種合作的巔峰 但美國將中國擋在國際太空站之外 後來美國國會在2011年出台法律 禁止NASA與中國合作 甚至禁止中國遊客進入NASA設施 從而將脫勾推向極致 中國發射的任何衛星也不能含有美國部件 不過美國試圖孤立中國 更可能導致美國自我孤立失去合作的機會 美國《紐約時報》文章指出 中國的探月工程不單是為了展示 它的太空科技和民族自豪感 它將月球設想為在未來幾十年支持太空探索的基地 一開始是機械人探索 然後是可能的人類前授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科技委主任鮑維文 去年提到 中國計劃在本世紀中葉建成地月空間經濟區 為中國經濟創造10萬億美元的價值 有分析人士認為 這個不單是為了炎耀技術 而是開始表明對外太空資源的經濟抱負 中國七年內已經三次發射上俄登月 上俄五號成功探月 為未來幾十年太空新競爭拉開序幕 近年中美關係快速惡化 中國航天計劃成功 可能刺激美國加快新的探月和太空計劃